中文字幕志愿者 各代此起 听家便翘蛇如簧 您看看这是东周的还是西周的 这专家一瞧这底儿 您这呀是上周的 明代佛像 清代艳章 藏家对此情深意重 将来肯定会真的 李秋军 梅兰芳 大师画作谁更珍贵 各种门类的收藏知识 您能掌握多少 网上查一宿 不如一车定音走一走 精彩尽在 一锤定音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光临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一锤定音 首先掌握欢迎今天坐在现场的 三位专家老师 本场制作奖品的艺术家 苏州玉雕大师杨阳先生 您好 杨阳 中国玉雕高级技师 1989年出生的他 杰园玉雕艺术已有十年 自幼酷爱未见古风书画 拜大师们下潜心学习玉雕 对玉雕的设计有着独特的视角 风格简约空灵 擅长仿古人物题材 这位年轻的玉雕才俊 其作品于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两年 获得中国玉石雕刻 鹿子钢杯金奖 广受业界好评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作品呢 是一个材料选自上等的 新疆和田白语 金雕细琢的一个仿骨的镂空件 它采用了一个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 通过一个头部的巨像 和身形的一个抽象 以及一个大面积的镂空 以展现他线条的一个流畅和灵动 他的玉是福寿安康 也希望他可以给今天 有幸和他结缘的这位有缘人 送去一份满满的祝福 谢谢 谢谢 说得太好了 谢谢 谢谢 您说这是一块上等的 新疆和田白语 对 因为它的白度 细度 脂粉度 都是算是上等的 还有脂粉度 是吧 您觉得什么样的人 才配得上这块玉呢 优雅的男士 美丽的女士 都可以的 今天谁有机会获得这 非常好的一件奖品呢 我们来欢迎光临现场的 两位对阵明星 首先欢迎大家非常熟悉的 青年相声演员陈应全 大家好 谢谢大家 你看这个就是给我准备的 是吧 适合这种啊 这个具有优雅的这个男士 和这个女性特质 结合在一起 于一身的 爱说的就是我 这个我要戴上以后 那真是走到哪儿 一看见我戴着玉 陈老远 他就这 嘿 什么东西 好 说得太好了 我都晕了我跟你说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是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 青年演员 陈老远 小姐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陈老远 今天呢 希望两位能够在我们这 碰撞出火花来 关键是身后有十位高餐 今天会给你们一如既往的帮助 欢迎十位高餐 陈老远最喜欢哪位 我呀 这第一眼一看哪位高餐最靠谱 第一眼最靠谱呢 还得说是这个二号 二号 怎么呢 他漂亮了 对 陈老远 你喜欢谁呀 陈老远最觉得哪位高餐好啊 我啊 我喜欢四号姐姐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翡翠什么 翡翠商 做翡翠的 所以我对这个 我觉得应该挺靠谱的 认识这样的朋友 他有用啊 是不是 是 很实在啊 我们这个 为什么今天先让大家来挑一挑 对哪位高餐第一印象好呢 因为我们啊 这个节目是用来变真实假 所以对眼光很重要 看东西的同时还会看人 所以今天我们别开生命 今天第一组宝物 宝物上来之前 我们先认识一下宝主 首先有请第一组 两位宝主 欢迎 好 主持人们好 各位专家朋友们的你们好 二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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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意思了啊 我们这个宝物没上来 先看人 我觉得啊 这边的大叔这是真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个大叔这个 穿的呢 很简单 但是在他的这个 这个脖子前面这儿呢 挂了一个很 很醒目的这么一个 一个他自己收藏的这个 我看是玉啊 还是什么 我没太看清楚啊 这个 但是呢 逐渐呢 他对这个收藏的 这种热爱 说明他的东西是真的 东西对的 面大 对了 不然你觉得呢 陈哥竟然选了大叔 那我肯定是选 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这不是相亲节目啊 我们不能看人下菜节 但是呢 我们从宝主的形象气质 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我们先听他们 自我介绍一下 好 我们先从赵振南开始 大家好 我来自河北张家口市 我是一名收藏的爱好者 一直跟随一个师傅 一直在学习词迹的一些研究 还有一位师傅 我们接下来听一听 高振璐 俩都振字辈的啊 高振璐先生 介绍一下自己 来 我来自北京 我的藏品是一个汉代的布 完了 难度大点 难度其实也不大 因为呢这个高大叔呢 都说出了具体的年代 而且具体的气形 汉代的布 各位高参 认为离我近的这位保主 他的名字叫赵振南 你们觉得他的东西靠谱的 可能性大的 举手 确实这节目 现在已经改成相面类的了 七位 来印证一下 看看看人和看东西 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好吧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 他们的两件宝物 请看 保主认为 这是一只青凡器青花洗字瓶 高60厘米 瓶身上会有四个洗字 两面开光 三位高士正在高谈破论 人物生动传神 带开光故事的洗字瓶 较为罕见 是件难得的收藏精品 保主认为 这是一只汉代青柚双细罐 胎质坚硬 罐身上半部 是以青柚 收口 溜尖 腹部以下 向内收拢 整体浑原饱满 造型古朴 两件瓷器 年代相差甚远 真假也各自有别 你来猜猜 哪件是真的 看见东西之后 再看人感觉怎么样 这个我先插过一小插曲 刚才这富然呀 特别可爱 他怎么可爱 他跟我说 哥 那个高大叔不是说 拿一块布来吗 那布在哪呢 是啊 对呀 刚才我也听见这词了 怎么会汉代的布 是不是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两位拿上来的 这两件宝物 它们分别号称是 青碗漆 青花 喜字瓶 就这件 那个汉代的布 那个呢 号称是 号称是 汉代 清幼 双细罐 其中有一件的描述 不符合事实 我们请十位高三 现在就做出选择 我们听一下 宝主对宝物的描述 赵先生 大家好 这是一件三百件 青花开光喜字瓶 这是我和我师傅 从外面收来的 什么时候的事 在半年前吧 花了多少钱 花了八千块钱 记着啊 这都是很有用的信息 八千 那如果东西不对 你会不会就离开你师傅 不会不会 从哪看出来 它是清代的 从一些画片上 从底足看 符合一些清代的特征 上面的画片是什么内容 这三个老先生是干嘛的 略有一些 指高升的一些特征 接下来 高震路先生 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这件宝物是 那拆迁的时候 一个老一老户 一个老头 然后 拆迁 对 是门头沟去 找门头沟拆迁的时候 他们家的道路 爱修的活 爱事 这人家拆迁的时候 人家拆迁 拆出这么一东西来 人家说给我的 我要不要我要 给了人多少钱 给了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 您当时一看 觉得它就是汉代的吗 当时看着有老气 不知什么年代 反正就是旧的 完以后 那收家以后 朋友说 这好东西 当春家宝吧 别出手了 我说得了 行了 就这么收一件东西 那您怎么下的结论 它是汉代呢 里边是满一肉 外边是半一肉 完以后又手工制作 那纹路特别明显 两位有什么要问的吗 其实啊 我对这高大叔 一直很信任 就您说 在门头国北京 北京啊 这个汉代的这个 也有一些遗迹 你像当时老山的时候 就有一汉墓 就被挖掘出来 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呢 这儿确实有一些遗迹 也会有一些 这个东西呢 留在民间 尤其像这么朴素的 一个器皿呢 留下来的 这个可能性很大 但是刚才 我近距离这么一看吧 太新了 新啊 就跟原来呢 我们这说这小段 您看看这是东周的 还是西周的 这专家一瞧这底儿 您这呀是上周的 跟那意思差不多 这个过新了 我想问问您高大叔 您这个找别人看过了吗 看过 看过了 对 专家看的说是汉代的布 不是 这是底约我自己的朋友 您这个找人看过了吗 他师傅看的 你看这问的很详细啊 不然你也照着这个意思问 来 问一下您师傅 在这个行业里面多久了 有资历 对 退休以后吧 也就四五年 五六年左右 虽然我也觉得 这个有点新 可是如果是晚清的话 那我觉得还差不多 好 那既然你们犹豫不决 我们听一下高餐的意见 对 主要听听他们 你选你喜欢谁 我就选四号姐姐 好 四号姐姐发言 请 我更偏向于这个青花 青花池的瓶 它的瓶的这个气形呢 应该是棒锤瓶 这叫棒锤瓶 对 棒锤瓶 所以它这个气形 是符合清代的 这个形状的 好 谢谢 来 陈云全 这五号的小伙子呀 我这个一直看着他们俩 没来眼去那季 我成全你们俩了 这个兄弟 你说说 两个 我个人认为都很新 那就只能是排除法 确实蓝色的 这边的这个太完整 如果是汉代的话 它至少要有一些缺口 裂痕 坑坑洼洼 或者掉一个小耳朵 才比较像汉代 对 好的 谢谢 到现在为止 一边倒啊 接下来请两位 做出今天第一轮的选择 如果你们认为 青晚期青花洗字瓶 正确选一 如果认为 汉代青幼双吸罐 正确选二 我们先来看 之前十位高参的选择 请看 只有一个人选的是 汉代青幼双吸罐 三号 没准你就是本场 唯一答对 所有提的那位高参 我们来看看 两位明星的选择 他们都选的是 青代的大瓶 好 接下来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 宣布第一组 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正确的事 是 是 青晚期青花洗字瓶 各加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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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先生 没有一点失落的样子 他来的时候 心里其实就是 就是不太信 其实 是吧 好 我们接下来 听杨静荣先生 讲解一下 他到底是 哪个年代的呢 杨老师请 其实三号 你别看 他就一直选 虽然选错了 但是确实不丢人 为什么 有道理 是吧 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就真把这个东西 就当汉代的 民间陶瓷 都是偏远地区 收造的 这大家伙 看着也不多 像这种东西 把它做 青 一直到这个 甚至明 甚至到现在 现在还有 都没停 有的后来升级了 升成什么 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对对 就当地就产这种料 而且这料特别怪 跟汉代的那个 那个青瓷 一模一样 一样 所以说成汉代的这个 这个瓷器啊 一点不丢人 您刚才说的那个布啊 那是青铜器的一种造型 它是装酒的 那么它跟汉代最大的造型的区别在哪里呢 你看一下啊 拉披的这个悬纹吧 汉代说啊 那轮半 后来这个民间陶瓷啊 就为了生产的快 这轮转的快了 所以你看到那个 拉披的那悬纹 是能看出来的旋转的速度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谢谢高先生 再见 接下来我们来 估价 清晚期青花 喜字瓶 赵先生 你觉得他现在值多少钱 我估计市场价 应该在 两三万左右吧 那这有什么依据吗 因为经常看一些这个拍卖会的一些 跟它类似的一些价钱的股价 你最近看到拍卖会上 有跟它类似的拍了多少钱 有一件是画的是一条龙 拍了卖的话在一万五左右 一万五 人物的话应该在市场上会更高一些 好像有这个说法啊 这个植物不如动物 动物不如人物 是吧 人物最贵 好 各位高餐 认为会远远高于三万的 有没有 没有 认为会远远到不了三万的 有没有 好 听一下十号的意见 来 因为我之前做拍卖的 我们之前也拍过 它这种喜字罐一般是成对的 将近这单个的话 应该我觉得市场价 应该是在一万二 可能就是现在的价格 而且这个是喜字瓶 是吧 对 你说 双喜 这都得成双成对 对不对 对 敖单 民谣的价装品 它的价位就应该在 一万左右 一个 开光人物它比较罕见 如果是它不开光 纯喜字瓶 挂着大中小三喜的话 我认为它的一对的 可能像高三说的那意思一样 它不会因为它的画片 就有太大的变化 跟这没关系 是吧 因为我在市面上见到的 开光的相对来说 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在乡中才买到这一件仓片 知道他说的开光是什么意思吗 杨老师您来吧 开光就是 你这个上门它跟窗户似的吗 开窗户似的 就是开窗户 跟着里边再画这个图案 这叫开光 不是佛教里的开光 这个一般要用耳画 开光 这就形象了 来 杨洋先生 您觉得他应该值多少钱 我问一下 收过来的时候 收的那个人懂吗 这跟陈景泉一个路子的 我跟你说 问的可细了 应该是算懂的 这个东西市场价 我估计应该在一万元左右 差不多了 给你留个25个点的利润 好 谢谢 你留增值税 那个税点了吗 真是 好 接下来 请两位做出价格判断 你们认为 他应该值多少钱 请精确到各位 最后一位 不要是零 一会儿呢 谁的答案 跟我们的标准答案 更接近 将会获得这一分 好了 我们首先来看看 陈映泉 给出的价格是 10842元 富然给的价格是 9998元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盘卖公司 和一家古完成 对这样的一件 青晚期青花洗字瓶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28000元 更接近的是 陈映泉 加 可惜 你觉得公司水平怎么样 还行 还行 28000元 跟我们现场 所有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我们来请教杨老师 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 这个呢 主要是第一 保存的比较完整 第二 关键就是 有这人物故事文案 就刚才 朱毅老师也说了 这个 植物不如动物 动物不如人物 人物里边 你又画出来 有这个 不太常见的 这个典故 所以这个价格 就要比一般的 要稍贵一点 就在这 而且这个故事呢 是有一个成语典故 这个故事太重要了 看起来 而且好多人 你看他自个儿 都不知道什么故事 但是让那个谁 金老师啊 给你们仔细的 讲一下 这三个角色 都很有故事 详细典故来络 我们看这个 人物开光啊 里边表现的故事 可能是 虎兮三孝 传说 晋朝的大诗人 陶元明 有一次呢 陪着道士 陆修靖 到庐山东林寺 拜访慧远大和尚 那么他们三个 虽然是如是道三教 但是谈得非常好 这个慧远大和尚呢 就送他们出门 这个庙前呢 有一道山溪 叫虎溪 为什么叫虎溪呢 有老虎开门 三个人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的 就过了虎溪 老虎大叫起来 三个人哈哈大笑 这叫虎溪三笑 您看这是个喜字瓶 如是道三教 全都哈哈大笑 这还不喜吗 好 谢谢 谢谢金老师 心情怎么样啊 收获了不小 不需此行吧 不需此行 是不是 一开始我对这画片的 这些东西 我还不怎么明白 所以这些 一直查了一些资料 看不出什么 我不说一句 这个指日高升啊 必须有日 对 要没有太阳 您指天高升 这就虚了 好 这个网上查一宿 不如一锤定音走一走 对对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 好好收藏你的宝物 再见 喜字瓶出现时间并不早 可以说是始于清朝中期 道光以后逐渐多了起来 过去北方家境尚课的人家 嫁女时常娶一对作为陪教 那么喜字瓶是怎样 在短暂的百年历史中 发展成特有的瓷器种类呢 人们喜欢喜字瓶 除了它的吉祥用意 在婚后的日常生活中 也可以发挥出实用的价值 或者做陈设之用 或者做置物之用 喜字瓶能完整保存之间 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一是古人只在婚嫁时期 才会特意烧纸 由于是颇具意义的器物 也不会像一般碗碟瓷盘那么多 不像官窑一般被人们视之珍惜 难以避免不被打烂 在近十年的盘卖记录中 一件清道光时期的喜字瓶 在2011年拍出了三百四十五万元人民币的高教 但是青花喜字瓶居多 是一般民众家众的常见器 拍卖会上也有不俗的成绩 一件清咸丰青花冰梅喜字瓶 在2012年以三点四五万元人民币成交 像这种融合了青花开光元素 还有人物绘画 而且绘画题材独特的喜字瓶 或许是当年由显赫家世 高野情操的人家所拥有的 价格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现在是陈颖泉暂时领先 接下来第二组两件宝物 你们打算先见人还是先见东西 见人呢 陈颖泉就是喜欢见人 我还是呀 我就是 真是 好 接下来我们邀请第二组两位宝主 欢迎 二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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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家里们好 主持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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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岁数相仿看着 萧先生 好 您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萧建 来自甘肃兰州 兰州 您是做什么工作 我在读者出版集团下属的一个杂志 实际实际 做过彩编人员嘛 记者 读者出版集团 现在退休了 这都是伴随我们很多年的一本杂志 您搞收藏多长时间 我搞收藏大约近三十年 三十年 因为我家族有这个传统 您家里东西应该都是对的吧 基本吧 基本吧 很有自信 谢谢萧先生 王喜龙先生您好 您好 我来自大城市天亮 我名字叫王喜龙 网名是天成长安 因为收藏古钱币 而得名 还有五代天成 还有长安是战国之前的先秦帝 长安 而得名 你倾向于谁 这二位老先生都是这个 就是这个发烧有极的 他你看 所以我觉得二位呀 都打不了眼 因为每回呢 我就 我对这个穿白衬衫的有情节 我就认为呀 这个来自铁领的 这回十之八九 这回又是真的 好东西呀 怎么想 你觉得呢 我对这个 这个肖老师的印象特别好 因为觉得他特别儒雅 越来越想搞对象的节目了 主要是我听力不太好 刚才您说了那么多 我只听到了大城市铁领 大家认为 王喜龙特别靠谱的举手 张云海 你怎么评价张云海高餐 我挺喜欢的 逗逗就把颜带高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您的评价非常客观 这个你看您吸引着粉丝 好 接下来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两位的宝物 请看 宝主认为这是一枚清代印章 为黄羊木标客制成 印章整体高十厘米 印有为狮子造型 印面上刻有 龙翼翼和团兼制印文 宝主用战汉时期的白玉瑞兽 从他人手中换得 在宝主心中价值不可估量 宝主认为 这尊同志长寿佛像是明代珍藏 佛像虽小巧 但面容生动祥和 形态优美端庄 是当朝佛像中的小精品 再加上祈求长寿保平安的美好寓意 它目前的市场价值应当不菲 两件藏品宝主都视为珍藏 究竟谁的那件才是真的呢 一件号称清代拢幼义和团印章 一件号称明代长寿保生佛 这位高三现在就做出选择 不然第一印象哪个队 我还是觉得肖老师这个是正确的 看人都不错 看东西更不错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佛像应该 背后感觉它的那个 斑驳的程度有点均匀 太均匀了 就跟人脸上长桥子似的 隔一一厘米一个 就太均匀了 是不是 那就是画上去 硬犬怎么看 这个起义军的这么一个小物件 还是很珍贵的 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价值 留存价值 这个佛像啊 确实就像那个复然说的 看不出是什么材质的了 铁摊 铁摊 完了 外边又贴近 是 是溜筋 在明代 这是老百姓家里常有的 它都是 各家的佛看见 那么摆着的 它肯定不是什么特别 那啥的东西 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要压价 先说东西对不对 我觉得俩都挺好 感觉你准备砍价了 我们听下高参的意见 二号 二号说不靠谱 谁不靠谱 我想问问咱们一条龙先生 您家要平时有个佛 那布得擦着呀 也是经常插 插也插不出来了 来听一下 七号高参的意见 黄羊墓的雕刻这个小狮子 仔细瞅这个雕刻的这个记忆呢 感觉既像狮子又像狗 因为这是北方的狮子 比较粗犷 质朴 因为龙幼义和团 龙幼 龙是指的龙山 六盘山 古人把西边叫幼 龙幼就是龙 六盘山的西边广大的地区 包括新疆和青海 甘肃 这叫龙幼 那会儿那儿也有义和团 这就研究义和团 这个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是很难得的 也可能是一件孤品 好了 二位可以开始选择了 如果你们认为 清代龙幼义和团印章 正确选一 如果认为明代长寿保生佛 正确选二 请 我支持 王先生 谢谢 对错都是您 喜欢您说话 好 我们看看十位高参之前的选择 请看 除了欧丹 所有人都选的是印章 我们来看看两位明星的选择 陈颖泉果然没有食言 选的也是佛像 支持王先生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宝杰先生宣布 第二组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正确的是 是 清代龙幼义和团印章 恭喜复然加一分 好 谢谢 我们听一下杨宝杰老师的讲解 邀请 为什么说这件佛 那个年代不符呢 我们看这个就是 做佛像 都有一定的标准 就是明代的佛 一般是头比较小 就比较 按比例来讲 其二 它身上那什么呢 身上这个金 这个金的颜色 好像那是化学金的颜色似的 好像镀上去的 刚才说是长寿 手上不应该有这个东西 多一塔吧 这个户口也没调查清楚 对 一般要有铁佛的话 它后面有柱环 就是哪个哪个村或者哪谁做的 这都没有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王启龙先生 就是说呀 这件东西我们没有证据证明 它是明代的 那么至于它是什么时间的 还可以进一步地去研究考察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没关系 好 谢谢 再见 杨先生 像这种印章 您觉得它现在如果搁到这个流通市场上 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据我所知是一件估品 很另外一估值 好像现在也很少听到收集这个品类的 对 我也没有看到参考 有参考价值的相应的拍卖 好了 我们听一下两位的主张吧 秦云权 你就一口价 你觉得这多少钱合适 那就八千 八千 它就是个历史的佐证 那个特殊的年代发生过什么事 它跟这个别的不一样 忽然觉得呢 我想问你 这个是在哪儿寻到的 在兰州周边 一个老书创家书里面 来给个结论 一万二亿左右 好 听一下高参的意见 认为比八千还要低很多的举个手 认为怎么也得高于一万二 这么多 来听一下九号的意见 来 九号 根据它这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价值 就是我觉得应该在一万五以上 我们再问一下五号是吧 至少两万起票 因为我觉得它是应该 放在博物馆当中的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是 这个博物馆有类似 我曾经争取过这个东西 跟我来做工作 但是我说我展示玩一玩吧 将来肯定会捐的 这个想法很好 好了 两位 做出今天这一轮的选择 我来一个 好 看一下陈应全给出的价格 九千八百四十二元 富然给出的价格是 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元 你看人姑娘花钱非常痛快 我们来看看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安城 对这样的一件 清代拢佑义和团印章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一万元整 陈应全 加一颗星 好 一万元的估价是怎么来的 杨宝杰先生 这件藏品呢 首先啊 一看这造型 这个狮子造型 还有这个狂羊木 本身就是个老物件 就是没有那个章 没有那个印章表现 它价值也非常高 像这种狮子 一般家里按头放的 或者文房 或者一般都是一对 乘一对 这个是一个 咱抛出这个印章来讲 这种方法 这狮子就应该值几千块钱 再加上上面有印章 就这种印章呢 我们在 就刚才这位先生说的 没见着过 但是呢 一看那刻的印文 还有那样式 老的 这件藏品呢 就是没有佐证 要在哪发现过这个 盖过使过这方印章 这个价值就会更大 极有研究价值 对 他说龙幼 那么是不是有通甲 这个字的课 有可能 这个还得再研究 但是这件藏品 应该是不错的 好 谢谢 谢谢 将来 如果再有新的 文物考察的发现 发现这个 某些文件啊 结婚证户口本上啊 有这个章 那就不得了 谢谢小姐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 再见 一张有残缺的画作 为什么上面会 沾了一点点 像女人的粉底的 那个痕迹 我们先算多少钱 再算你赔多少钱 为何能得到 专家罕见的点停 说在这张表号 20万以内我就收了 两件外观 相似的双鱼文瓷器 为何众人褒贬不一 一锤定烟 精彩继续 好 三比二 很接近 很接近 接下来 今天的第三组 请看转片 这是一幅李秋军所作的 色色侍女图轴 公笔所绘 淡彩人物端庄优雅 别有风韵 这幅画作长3.3尺 宽1.3尺 据宝主介绍 这是喜欢书画的父亲生前 于60年代在北京购得 心理预期价位在8万元左右 这是一幅金句名领 梅兰芳所作的 岁昭清贡图 清贡图向来是 岁末年初之时 画家推崇的应景题材 此幅画作中 绽放的花枝 插在瓶中 有新春平安的祈福之意 包住包价6万元人民币 两幅名家画作 究竟哪幅才是真的呢 第三组 我们请十位高参 现在就做出选择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高参的关键词 有写我是美女 有写这个影子 肃静 画中有戏 瞧瞧这写得好 复然选一位高参发言 3号 我写的这个肃静 我选的是这个蓝台的上面这个 梅兰芳的作品 人家用用的这个颜色 很肃静 好 陈颖泉选一位 他写一戒的颜料 我就听听那戒的颜料 戒的谁的呢 首先这个 所谓梅兰芳老师这个画作 大家去网络上搜索一下 画花鸟比较多 应该是没错 但是这花瓶就特别强 分不太清楚 然后这个花瓶的绿色 我觉得就是 有点像从左边画作这个竹子上借来的燃料 对了特别多的水 然后描了一个边 瑟瑟不是那么高明 对 所以我觉得这幅画 跟梅兰芳老师应该没有太大关系 爱博 越是这样 越足见什么呀 大师的这个 这是 唱戏之外业余的情操 好 欧老师 怎么个不搭 虽然没看过梅先生的话 也没听过梅先生的戏 但是我觉得这好像不像是梅先生的审美能干出来的事 对 我觉得我推崇梅大师 我同意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细节 刚才近看的时候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名贵的珍藏品 为什么上面会沾了一点点像女人的粉底的那个痕迹 是不是这儿 没错 那是吗 是你刚弄上去的吗 我可没有 我跟你说啊 这个啊 价值六个亿 咱得好好说说这事儿啊 你上来就上来 你补什么妆啊你 是不是 好 请两位做出选择 选一 李秋军 选二 梅兰芳 我们看一下较早前十位高参的选择 请看 五比五 五比五 两位明星的选择是 都选的是梅兰芳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金运昌先生宣布 这一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符合事实的是 是 李秋军 涉色是女轴 梅大师在戏剧界戏曲界的造诣不用多说了 但是呢 他的这个单亲作品 其实我们接触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梅兰芳先生 他平时画画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金老师请 像梅兰芳大师 他们那一代老一辈的这个京剧名家呀 都很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修养 一个呢 是借此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 还有一个呢 他也是以此作为一种应酬手段 所以呢 这个梅兰芳先生啊 作为这个京剧界的领军人物 他是特别重视这个 拜了好多名书画家为师 齐白石就是他的老师之一 啊 在文化上 在文化上提词上提诗上用印 称呼上都很讲究 这张画 最大的一个毛病 画不对题 提的是什么 岁昭清贡 是文人画的一个传统题材 表现人们过春节的时候 摆放的一些吉祥敬物 那您看看 这张画里画的这花是什么 牡丹 荷花 菊花 辣梅 你说这四样花 是春节开放的吗 四季的花插在一个花瓶里 这叫四季平安 把四季平安图 提成岁昭清贡图 这个绝不是梅兰芳大师的文化水平 这一句话就给否了 另外呢 这张画画的 从笔墨功利来说 这个很弱 从色色来说很俗 因为现在呢 这个人们的收藏 很讲这个收藏的有分工 这个京剧爱好者呢 就非常喜欢收这个明灵书画 其实呢 梅兰芳先生的真迹呢 传到现在非常少 绝不是这个面目 好 谢谢金老师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判断一下 李秋军色色是女轴 值多少钱 应全 刚才呢 他不是这个大屏幕 这个小短片里呢 说是估价八万元左右 就是保主说的话 我觉得呢也就比这个高一些 能多少 哎呀 这还真是十万块 十万 不然知道李秋军的画 值多少钱吗 那那个粉底 是不是会不会让他贬值呢 我跟你说 我们先算多少钱 再算你赔多少钱 好不好 好 那我就 估一个觉得六万左右吧 六万左右 因为被你给弄贬值了 是吧 各位高参 你们有没有认为这幅画低于六万元的 举手 好 没有 七号 说完你的看法 刚才我听旁边这位老师讲了一下 说他们曾经有一段这个风流往事 据也是谣传 但不知道是真是假 根据这个判断 然后我认为他这个价格应该在几十万左右 是因为他们有一段往事的原因 不 首先有这个传承 哪位高参现在能告诉一下 我们现阶段这个张大千一张画一平尺得多少钱 他最近拍的那个就是观音 灵膜的敦煌的观音是八千八百万人民币 加上加上那个交易费应该在一点零八个亿 回到每平尺是多少钱 那幅画也就是十平尺吧 对 快一千万一平尺了 这幅画有几平尺 四平尺了 五到四尺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研究一下落款 没仔细看 您再给大家唱一遍 好多字不认识 金老师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落款的内容吧 显游先生牙筑啊 是这个画的上款 是给某某人画的 乌云呢 乌云是1938年 这一年李秋军先生40岁 就是说是1938年 镇海人李秋军 画于上海 模仿的是青初文化家王树谷 好 谢谢金老师 两位琢磨琢磨吧 来 请收入你们认为合适的价格 请 算一下啊 好 我们先来看复燃 复燃给的价格 请看 十二万零五元 你这里边带赔款是吧 有吧 我们来看看陈映权给的价格是 我这高了 八十六万九千八百四十二元 两位价格很悬殊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 和一家古安城 对这样的一件李秋军涉色适女轴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十五万元 恭喜复燃 十五万 复燃 好 这样的一个价格 有什么样的依据 金老师请 印权出八十多万 可能是把张大千跟李秋军弄混了 把他们俩合为一体了 要俩人合作 那八十多万 实际上说李秋军是大千的弟子 还有点牵强 实际上大千还开玩笑 拜过李秋军为师呢 反了 因为都是大艺术家 星星相惜嘛 所以也是暗生情愫 他们终生就是兄妹相称 这就是画坛所美称的红颜之己 李秋军自己的事业也很好 他的画艺也是在女画家里边 数一数二的 这张画 画的题材 叫做吹枭引凤 古代传说 说秦木工有个女儿叫弄玉 善于吹枭 后来秦国有个小伙子 叫萧屎 也是吹枭高手 后来秦木工就把这个公主 许配给萧屎了 两个人经常 夫唱夫随 一块吹枭 后来引的凤凰从天上下来了 把他们俩驮走 这个飞升为神仙 这个应该说画的是弄玉 坐在梧桐树下 这不是吹枭引凤吗 这个画我非常喜欢 说实在的是李秋军先生 盛年立作 这个画从构图 人物的神情 这个配景 题款用印 这个无一不佳 我特别欣赏的是他的色色 浓重的 重彩色色 大红大绿 但是艳而不俗 说实在这张小画 二十万以内我就收了 这个十五万应该是个起拍价 所以我非常推崇这张画 是张好画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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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居然打成了三瓶 所以有时候这个粉底它是能救人的 好的粉底能够帮你很多 在民国画坛上 有一位女书画家李秋军 她的作品和她的传奇故事 一同被人们所艰艰乐道 那么在如今的书画收藏市场 她的传奇又是否能够延续呢 李秋军出生于宁波富豪名门 自小随兄长学画 但对她影响最大的还是张大千 不仅因为结识张大千后 被她笔墨诗词所倾倒 二人更是互相仰慕才情 惺惺相惜 然而十元不价 却只做了一世红颜知己 最终李秋军终身未婚 一生乐与单亲作伴 因与张大千的特殊关系 作品的润格高于中国女子书画会的 其他会员 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 国内艺术品拍卖兴起时 她的作品在拍卖场上少有露面 一九九六年 朵云轩曾推出过李秋军的一件精品 价格平平 直到二零零四年 一支独艳受到了藏价的青岚 以九点九万元人民币成交 二零一四年 李秋军首卷在香港加世德 创起作品最高市场价 李秋军作为海上一代才女 绘画功力相当深厚 尤其是侍女和山水画的风格 近似张大千 后世应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如果有李秋军与张大千合作的作品 深植空间更大 好 最后一组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宝主认为这是一支南宋时期的 清白柚刻画双鱼纹大碗 此碗胎至细白 瓷至如玉 碗先刻画双鱼栩栩如生 工艺复杂保存完整 是一件难得的南宋清白柚精品 口径18厘米 包主报价6.8万元 宝主认为 这件印花双鱼洗是明代珍宝 洗内有口至底印回纹 花卉 波浪 双鱼纹 满工工艺较为难得 平底 时代特征明显 口径14厘米 宝主自报价5万元 两件瓷器 宝主都认为是时代精品 但只有一件是真的 请大家慧眼来时宝 最后一组两件宝物 难度比前面要大一点点 首先我们说吧 这两件宝物的名字很有意思 一件号称南宋清白柚 刻画双鱼纹大碗 一件号称明代印花双鱼洗 高餐们 现在就可以做出选择 我们的编导费了很大的经历 找到了这两件 都是双鱼的小器物 你看这个十二星座里边 能跟文物对上 好像也只有双鱼 是吧 有的人写粗糙 有的人写田径 我们听一下粗糙的意见吧 来 八号 蓝台上这个 明代的 就是做工特别粗糙 有点像刻意做旧的痕迹 有做旧感 对 好 我们听下二号的意见 田径 这个宋人 他比较讲究 当时那种反哺归真的生活 就是这件东西 恰恰能给人一种感觉 也算是我认为 比较标准的标准器吧 当时的 典型的宋朝的东西 是吧 明朝那个呢 怎么看着明朝东西就乐成这样 遭了灾了 是啊 我们大明朝那会儿就是遭了灾了呀 是吧 我怎么乍一看 我看着感觉这俩 除了新旧程度不一样 感觉这俩很像 对了 是吧 但是宋代无疑是我国 致辞行业的这个登峰造极的时代 但是他这鱼吧 太血液了 就这么着吧 来 两位选吧 如果认为南宋这个队选一 如果认为大明朝这个队选二 请 好了 我们看看十位高参的选择 请看 十米零 我们大明的东西 难道就那么不招待见吗 两位明星的选择 请看 你看看我 胆多大 独树一致 是不是 因为姓陈呐 姓陈的呀 他为什么就会选大明的东西呢 为什么 因为有个人叫陈媛媛 就因为他爱 反正全场就你一个人选这个 就你一个人 错了 我就是错了 你要不就是名垂青史 要么就是 遗臭万年 不知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杨静荣先生宣布 最后一组两件之中描述正确的是 南宋清白佑特化双鱼文大碗 复然加一分 我们节目里倒是很少出现这种 就是一个年头远的和一个年头近的 一般来说年头近那个对的可能性大 这回南宋的对 那不是明代的 那件到底该如何描述才是正确的 我们请教杨静荣先生 请 咱们节目就是要求描述准确 包括你的时代 这两个是一个时代的 全是南宋的 我刚才说这俩像 所以大家就贬了半天 说这这么不好那么不好 在南宋的时候 这个还是景德镇摇 吸收了这个定摇的先进之词工艺叫副烧 扣着烧这个口上没有啊 如果是皇家有钱的 加一个金口或者银口 老百姓就加一个铜口或者铁口 你从他这个上面的痕迹来说啊 他应当是什么铜口和铁口 后来在随着岁月的消失啊 那金属它养化了 而且如果要了解陶瓷史呢 这种清白词啊 是在这个 宋代到元代 清朝呢 也还有一部分这个遗传 但是明代是不是 基本上盘子玩后来就都改成白词了 说便宜了是吧 便宜了 说便宜了 这两件东西的价值应当差不多 哦 这就是说他应当一个是硬花 一个是客花 客花都是这个景德镇窑的 因为当时有八个省 四十三个县都烧清白词 这里边都要分窑口 景德镇窑口第一 广东是那个原来那个 就足球场那 原来古代是不是烧窑的 我说那体育场现在那么火的 是吧 最贵就是景德镇 你看那沉船出来的 捞上来的 全是那种清白词 但是基本上没有景德这摇的 两位现在肯定特想套杨老师一句话 那这个得值多少钱呢 没直接问那个 因为杨老师这俩差不多 杨老师可不能说呀 您可不能告诉他 这值五十万你知道吗 那没准啊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现在是四比三 接下来我们要猜价格 各位高餐有没有认为 会超过八万的 来 我听一下十号的意见 超过八万是多少 九到十二万 有哪位认为连五万都到不了 有没有 三号 两大 这个你看什么边没香 我看到最多值那个两万块钱 好 接下来我们两位就要 回答今天理论上最后一道题 你们认为 这一件南宋清白诱 刻画双鱼文大碗 值多少钱 请输入你们的答案 好 最后一题 我们来先看陈映权的答案 是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二元 复燃的出价是 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这怎么都像电视广告的那东西 电视购物看多了 电视购物 全像电视广告那东西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贩卖公司和一家 大股完成对这样的一件 南宋清白诱 刻画双鱼文大碗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五万陈映权加一分 恭喜陈映权 我们先请杨老师 讲讲五万的理由吧 杨老师请 刻双鱼文的这个 晚上到不了这个十几万 凭价格 他得看你那个里边 刻的什么文饰 差不多有到二十几万的 他是刻那个人文的 但是他这个刻双鱼文啊 在研究价值上特别高 北宋就是定谣 就出国刻这个双鱼文的 跟这个一模一样 景的这谣啊 叫这个南定 就是南方的定谣 所以这个从学书上来说 就是他可以印证 那就包含了 当时的历史变迁 所以这个从艺术价值上来说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呢 这个保存的比较完整 所以人家拍卖行 能给出这个 五万块钱的这个价格 还是符合目前当时 当前市场的价格规律 今天我们为了争夺 杨阳大师制度的这一块 这个超高品质的 和田美誉 和田玉配 还是 所以我们要非常认真地 出一道家事题 这道家事题 跟今天的宝物有关系 在刚刚4比4之前的比分是4比3 之前落后的是陈颖权 所以这道题由陈颖权来决定 答对他自己获得本场的胜利 答错对方获得本场的胜利 这个成败胜负就在你自己 行 好 请陈颖权听题 接下来我将念出五个谣口的名字 请你把其中不属于宋代 五大名谣的谣口摘出来 有一个不是 一个不是 好 你讲 歌谣 定谣 观谣 乐谣 军谣 请选择 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高谣 观谣 你的回答是 杨老师 没摘出来 没摘出来 对吧 是吗 我刚才说歌谣定谣 观谣 乐谣 军谣 哪个不是五大名谣啊 乐谣啊 乐谣啊 我是这事真不知道 恭喜复然 我白剪着了 谢谢 谢谢 好 恭喜 恭喜复然 心情怎么样 特别 我感觉 你感觉是不是欠她很多 所以呢 陈永泉 这个 很遗憾 非常遗憾 你把奖品拱手相让了 我们在颁奖之前 先来看看 今天表现的最出色的高餐 答对所有题的高餐是 有四位 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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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 各位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可以提前来参与我们现场的竞猜 来见证一下您的健保能力到底有多强 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 嗯 好了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颁奖 我们有请玉雕大师杨阳先生 把这样的一件 啊 太厉害了 非常好的一件 新疆和天白玉的雕件 送给她 合适 这个 说一下 这个 我一说我看着 我眼睛都会蹦出来了 我跟你说 啊 美玉就要送给家人 好 谢谢颜阳大师 谢谢您 谢谢您 嗯 我们今天这场节目 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 也看到了什么叫高峰亮局 对吧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我原来也是相声演员 我们相声演员都这样 是 我们遇到好事的时候 我们都往后躲呀 回家才挖街呢 好 再次感谢 今天三位专家老师的 作证指导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 也谢谢我们的十位高餐 辛苦了 感谢各位收看 这一场的一帅定一 我是朱毅 下周见